这个档案,因为是Member.tl,他在Google的云端硬碟 所以只要是Google或者其他自由软体阵营,他几乎都是用UTF8 那也只有微软,他目前还是坚持用CP950或者ANSX,其实是Big 5这种编码方式 那会造成什么?造成就是两边不相容,会编码,会有乱码的问题 那这个乱码的问题不是只有局限在Python,其实你比如说可以开发其他像PHP,JSP 或者一堆其他的,好像也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或者资料库也是一样,其他资料库读出来,其他几个乱码OK,通常是这个问题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这边底下要讲,要不就是你把它重新存成NSI 要不就是怎么样,要不就是在后面增加一个叙述,叫encoding等UTAF8 就是在加一个编码的时候,跟他讲说 你那个 重新编码的时候,你用那个UTF8帮我编码就好了,这样不会错OK 不然的话两边 他原来是UTAF8,如果你 重新要解译他的时候 发现奇怪什么,你用这个微软的模式,出来就乱了 那再来的话 我在言论上有写 所以不只是极限Python,因为这种其实问题不是只是单单 应该是说跟微软 和其他阵营都有关系 那后来我发现最近那个OBIS 2016最新的版本 他已经改变了 他已经改成unicode 但很奇怪 他就是还是,他用unicode没有错 但是他就是不是用UTF8,因为unicode很多标准 他用了另外一套标准 最后是什么 虽然是unicode 但是还是不相容 OK,所以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 应该以后你只要用到那个 Windows再开发的话 都会有一样的问题,除非你用Linus 如果你在Linus装,应该就比较没这个问题 不过我想一般 还是比较少人会习惯说 直接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Ecliqus 把我们开发环境全部整套都搬到Linus上面 用五帮图来开发 有没有这样的人用 但是呢,真的好不好用 看个人习不习惯的问题 因为你还要适应环境 因为有些东西Windows还是都已经有了 但是那个环境里面很多东西没有 即便有也不完全一样 接下来的话,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他读取 读出来的话,可能就长这样 里面的话就帮我把一个一个的东西 放到哪里呢?就放到那个串列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他有多一些东西 有没有发现 他是开头,档案的开头 然后前面这边会什么 一个第一个资料 然后这边会多一个换行 有没有 所以变成如果你将来print的话,你会多一个换行 诶,那为什么?因为他多一个换行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解决 多余的换行问题 接下来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可以print了 所以这一行就可以把它注解掉 接下来就怎么样 跑一个回圈 有没有 那这个回圈的叙述的话 当然有几个方法 我们前面刚刚有讲过 就是说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全部读到list 1 那如果这个list 1,我要把里面 list 1 里面都要 全部怎么样 一个读一个 就print,就输出一个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 写一个 其实我之前有讲过 有两种写法 你可以用for each的写法 也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for for range的写法 range是范围 有没有 for each是每一个 如果要全部读取的话 你可以怎么办 因为我已经把东西 全部读到list 1 那我可以怎么办 用for each好了 全部读的话就是 我假设增加一个line line的话就是其中一行 这个变书名单自己取的 然后呢你可以怎么办 in 什么呢 in 这个第11 冒号一下 意思是说我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帮我一个一个的读到line里面 然后做什么呢 把它print出来 print什么呢 print line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读一行 有没有 读一个 他就print一个 不过因为会多一个话 所以我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会怎么样 出来了 但是 他会变成多一个换行在后面 那他就会多一个换行 怎么办呢很简单 如果你不希望 把那个 多余的换行拿掉 要不就是让print 他不要换行 因为我之前有讲话 让print不要换行的话 就是什么 豆点 加个什么 end 等于没有 ok 这样子输出的话 有没有 这个地方呢 他就不会有换行 但是你想说老师那可不可以 如果我 以后呢 不是用print 我希望 输出的时候 不是这样子 我希望呢 把 后面的那个line 把他最后的东西拿掉 其实这边你可以配合那个字串里面有个方法 叫strip strip 其实就可以了 把后面那个换行拿掉 ok 这个怎么做 也许 等一下再来讲 那再来另外呢 我们假设 已经可以print了 可是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的需求是说 我不要全部 这么多总共有50个人 我要只要前面10个就好 只要前面10个 刚刚这个叙述是for each 有没有 这个for each是说把这边里面的所有的那个串列里面所有东西一个一个给我丢进来 丢到没有为止 那如果说我今天只要前面10个人的编号的话 那你的写法就不能用for each 还记得吧 我今天还会特别强调 如果你要只要前面10个的话 那你就是要写成什么 for 什么 for I in range 我们还记得吧 如果你只要某部分的话 那你就跟他讲说 我要从 第几个呢 第0个 0的话其实就抓到这一个 对不对 1 到这个的话是10 所以逗点的话你要抓多少 11 有没有 因为0到10 为什么 你就多一个这个栏位名称 如果我要抓这前10个人的话 那这边后面加一个冒号 Enter一下 那输出什么输出呢 就是print 一样 一样 然后 就是去抓那个list 1 这个串列里面的哪一个呢 那就给I一个就好了 第I一个 OK 应该可以看什么意思吧 这个我一直强调 因为如果你搞不懂 因为有些东西只会一招 另外一招就不熟 不熟如果说今天全部OK 但是如果我只要部分 糟糕不会了 不行这样啊 你要很熟 而且这东西我讲过 技能就是你马上要反映出来 你不能说等一下 我要问一下老师 我要看一下云端 我看一下影片 来不及了 事情 总不可能说你随时都还要再找答案 尽量还要把他熟练一下 这边一样把他去掉 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把他注解掉 这个就先留下来 注解 那就写成这样 这个是 我只要输出前十笔 OK把他执行一下 前十笔 OK有没有 前十笔就出来了 OK特别最后 这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你的报表里面就是 不要那么多啦 老板说你干嘛全部给我 你给我前十个人就好了 台湾叙周给我就好了 你不要给我那么多东西 你说这个我要想一下 那当然你就显不出你的专业了 你又不够专业 OK OK特别最后 上面的写法是for each for each就是全部 下面的写法是for 一个range OK 所以这边上面是全部直行 OK 那两个方法我想请各位try一下 OK 后面先输出 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